西九文化区 西九文化区可以说得上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项目之一 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世界级的文化区 我们的对象不大是香港市民 也是内地的我们的同胞 大湾区域的同胞 还有国外的访客 它也是特殊政府在回归之后最大的一个文化基建的投资 九龙之西 维港之派 在占地约40公顷的填海土地上 香港最大的文化新区 在回归25周年之际逐渐展露全貌 戏曲中心 艺术公园 自由空间 M家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多座文化设施建自落成 也意味着这一历时20多年的建设项目将成为东方之珠上最耀眼的一抹文化亮色 1998年回归之初 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实证报告中宣布 将于西九龙填海区临海地段新建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 于是一幅相将文化蓝图徐徐徐拉开 在97年前或者97年的时候香港对中华文化认识的比较小 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这个英式的这个教育 但是到97年之后我觉得特殊政府实在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好像董先生的董特首他把这块一种珍贵的地拿来做这个文化区 当时其实大家都没有信心不知道成不成功 但是现在25周年看过头来 我们觉得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回顾来路 闭路蓝旅 自2009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以来 冯成书仪一直从事香港文化艺术的创新推广工作 也见证了香港文化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我记得在2009年我初初上任的时候 当时有处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当时社会上对香港的公营的博物馆满意 他们觉得我们的策展的手法太落后 不跟观众互动 那那个时候我们决定要多从他们的角度去想 又用多一些的多媒体的方法说故事 跟观众可以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发展 不单是应该用香港的收藏 我们应该跟内地的博物馆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找的就是善院长 所以我们一切都签了五年的合作协议 从2012年一直每年都办一个故宫的展览 于是八代地居故宫养心殿文物展 万寿宰德 清宫地后诞尘庆典等展览相继在香港展出 每次都吸引数十万香港市民和全球游客蜂拥前来 在香港掀起连年的故宫热 自2014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后 逢城树仪更致力推动西九文化区建设 其中就包括备受关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故宫文化博物馆它是我们跟故宫博物馆合作的一个项目 但是它不是故宫的分管 它内面的建筑的布局是有点像紫禁城的 但是因为它地方比较小 它是把这个空间向上的 每一层都有一个不同的平台 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用香港的方法 香港厅长的早度讲中国的故事 而且也跟外国的博物馆有一个对话 有超过九百间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当中超过160件11级的文物 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今次是我们常说是 故宫监管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次出宫的行动 文化不仅是博物馆玻璃罩虫的文物 在封城书一看来 文化更应该以生动鲜活的方式 走进市民大众的生活当中 现在需要的就是怎么把中华文化 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方式 向学生 像小学生 中学生介绍 故宫开幕以后 我们会制定一些教材 资源 有一个叫故宫动起来的节目 就是向学校生存这个方面的 还有我们在构想一个文物修复车 这个车可以到学校里面叫这个小朋友 小学生怎么做这个文物修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国民身份认同的一个方法 从弘扬传续 中华传统智慧 到连通交流东西中外文明 25年来 香港文化在不断发展中格顾顶心 因走过来路 这位喜酒掌舵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去向全世界推广 像当作为一个中外交流艺术中心这个位置 我是充满信心的 无论是产业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品的拍卖市场 以前我们是三甲骨肉的 现在我们已经排第二 过去2019的2020年 我们增加了百分之 差不多百分之六 从全世界这个拍卖市场占十七 百分之十七点五 现在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二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征服 或者是在一欣赏这个道雅文化 或者是把文化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事 香港是非常有希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